兄弟姐妹是除了父母以外,自己在血缘关系上最亲近的人,本应互相扶持,彼此造福,可现实生活中很多兄弟或者姐妹却总会因为家产分割父母偏心等问题闹得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 其实,有一个能够一辈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或是姐妹远比父母那点家产来得重要,可是很多人只顾眼前利益,伤了自己兄弟姐妹的心。 王玉就有这样一个弟弟,王玉有一个小他三岁的弟弟,弟弟从小就嘴甜,所谓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所以父母就比较偏向弟弟。 不过,王玉也没有在意,因为他也挺喜欢这个嘴甜的弟弟跟在他屁股后面叫哥哥,小的时候,王玉就经常拿自己的零花钱给弟弟买好吃的,两人之间称得上兄友弟公。 后来两人都结了婚,同样在老家附近的城市扎了根。 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一个人住在老家的房子里,王玉有意将母亲接来一起住, 他的妻子也没有意见,不过被母亲拒绝了,母亲觉得他没定没栽的,一个人住在老家比较自在。 王玉与弟弟都经常带着各自的妻子回去看望母亲,哪次回去都能看到弟弟的妻子跟母亲待在一起聊天,总把母亲哄得高兴不已。 有的时候,王玉都会感慨,大概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因为弟弟的妻子跟弟弟一样嘴甜,而他的妻子跟他一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 王玉一开始没太在意弟弟夫妻二人跟母亲聊了什么,觉得他们能跟母亲聊得那么开心,也是一件好事。 后来,妻子对他说,母亲总是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对弟妹却是和颜悦色,而且两人都闲着的时候,每次都会指使他去干活。 王玉也不是傻子,逐渐意识到了不对劲。 母亲对他的妻子越来越挑剔,妻子虽然不爱说话,在家也是娇生惯养的,自然不会平白无故地一直受气,一开始还能忍让,次数多了就开始还嘴了。 王玉家在其中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一边是无辜的妻子,一边是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 王玉发现每次母亲和妻子吵架时,弟弟的妻子都在旁边看戏,还顺带着扇个风点个火。 王玉一直没觉得弟弟夫妻能有什么坏心眼,他还觉得弟弟夫妻能哄得母亲开心也好,省得他在家烦闷,没想到弟弟夫妻二人一直在挑拨母亲和自己妻子的关系。 后来王玉跟弟弟谈了一下,表示如果不想这个家散了的话,就是可而止,不要再挑拨母亲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王玉没想到弟弟全然不在意,还添油加醋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所以当他们再次回家看望母亲的时候,母亲更加对他的妻子看不顺眼了。 王玉没忍住跟母亲说了两句,母亲却连他一起骂了起来,还把他们夫妻赶了出去,嚷嚷着他没有这种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儿子。 王玉这才知道弟弟夫妻已经完全把握了母亲的心,母亲现在只听他弟弟的话,一气之下王玉带着妻子回了家,并说着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几个月没有回家的王玉,最终还是决定回家看看母亲,嘴上说得再怎么无情,那也是把他抚养长大的母亲,无法真的很下心来。 回家的王玉却发现母亲不在家,家里都是几个没见过的人,他一开始担心母亲是不是遭遇了不测,差点跟几人打起来,后来几人说,房子是他们买来的,都已经变更过产权了, 连房本都给王玉看了。 王玉跟周围邻居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母亲把房子卖了,现在搬到弟弟家去住了。 王玉立马开车到了弟弟家,要跟弟弟问清楚,王玉跑到弟弟家质问,为什么不跟他提前商量就卖了老家的房子,却被虎脚蛮产的弟弟说成了是来征家产的。 天天王玉的母亲还信以为真,在旁边说,房子是他的,他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卖了钱他想给谁就给谁,他原本也没想过要母亲那所房子,却没想到弟弟夫妻二人将事情做得这么绝。 自此,王玉再不跟弟弟有任何联络,也再没去看过母亲。 直到几年后,弟弟找上门来,王玉本想直接将他赶出去,却听他说母亲定了,才把人放了进来。 弟弟进了门,就直奔主题,告诉王玉,母亲定的不轻,需要人照顾,而且还需要一笔不菲的治疗费用,母亲指明要他们夫妻二人伺候,王玉听了这话直接就将弟弟赶了出去,定告诉他,他不是我母亲,他只有你一个儿子。 两个孩子的家庭里,有很多父母都会偏心,会撒娇的那个孩子,无条件地宠爱,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不去考虑是不是会对另一个孩子造成伤害,也不会考虑是不是会对自己的未来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以下两个道理,一,聪明的父母都懂得给自己的养老流条,后路。 我们总说养儿防老,可是有的时候这个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社会无人赡养的老人还少吗? 为了儿女亲近家产,却晚景凄凉的老人还少吗? 父母就算在宠爱自己的儿女,也要记得为自己的晚年留点后路,不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儿女。 可能有的时候,儿女的孝顺只是因为还没有和父母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而已,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逃不开现实二字。 王玉的弟弟不就是这样了? 他们的母亲没有出世前,他对母亲孝顺有加,等到母亲需要人照顾,需要钱治病的时候,又想着把责任推给王玉。 将母亲的财产全部哄到自己手里之后,却又不想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 这个社会上这样的子女不在少数,一味地剥削自己的父母,等到父母需要他们的时候,却转头就走。 所以说,现在的父母都应该懂得为自己考虑,不要总以为子女是父母的保障,父慈自孝的前提是父母不成为子女的累赘。 或许这么说过于残忍,可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个世界上被遗弃的老人很多,上网浏览一下就能看到不少。 二,恩女是不是真的孝顺,父母病一次才知道。 父母总是喜欢会说话,会哄他们开心的孩子,可是有的时候每天都笑意盈盈的那个孩子不一定是真的孝顺,每天都沉默寡言的也不一定就是不孝的。 平探一个人,孝顺与否,关键还是要看一个人做了什么,是否另有所图。 我们总能看到新闻上为了父母要拆迁的房子而忽然对父母热情起来的儿女们,他们的这种孝顺倒不如不要。 王女的弟弟如果不是为了他母亲的房子和存款,怎么会对其母亲那么好,结果当母亲生病的时候,却又要求自己的哥哥跟自己共同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 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孝顺,老人病一次就什么都知道了,因为老年人一旦得病,大部分都会需要人照顾,医药费也是不菲,真正孝顺的人不会把生病的父母推出去,他们会把自己的父母照顾得好好的。 父母一生病就借口照顾不了的人,无论平时表现得多么孝顺,也不是真的孝顺。 面对生病的父母,既不愿意出时间,也不愿意出钱,只是平时嘴上说得好听,又有什么用呢? 靠一张嘴能让父母好起来吗? 真正孝顺的子女在父母生病的时候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在父母的病床前, 她们平时或许不会表达,但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实实在在地为父母着想。